下了小巴之后 只要走上少少 这里就是径的起点 这里也指着了 半堂径就由这里开始 我们今次走半堂径 要么走3.5小时 沿途会经过上碟圆 和交游地点 这个闸口就是 这里很清楚整个牌 整个城门半堂径 以计是3.5小时 7.5公里 达到3个星 起点是170米高 最高是270米 沿途会经过12个景点 其中最美的就是水镇八千层 还有水堂主坝最美 最后如果您特别去找 都会看到一个城门碉堡 亦会经过大城石坚 可以去观景堂 跳望整个城门水堂 大家发觉 不知道为什么 香港天气太少了 水堂很干堂 很少水 露了水堂旁边 那些边边出来 原本人家说是看水浸八千层 但我今次来到 只是看到八千层的树根 完全看不到八千层的水浸 八千层的景象 你看那些根 露了出来 那些八千层树 好壮观 平时我想水已经是来到 根上面这个位置 现在的水淡到只有这么少 那些人完全可以深入去 落到水堂 中心那里 那些小石仔来玩 这就是今天 2021年4月 香港的城门水堂 现在我身处在城门水堂 旁边围着水堂 走那条路径 主要都是平地 很多地方都是平地 環繞水堂走一个圈 途中 看到有猴子 又有八千层树 又有蝴蝶谷 很多很漂亮的蝴蝶 现在夏天 很多蝶声 今天阳光充沛 天气很好 偶尽有风 一家大小来三个步 接近郊外 都是一个得错的选择 整条路 唯一一个圈 走大了三个半钟 沿途 沿途真的看到很多地方 本身是水堂的地方 已经搁了土 变成草地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水堂的水 少得这么夸张 我们看到那里 都有一个洞 那里应该是大城石间的水位 原本有很多水 现在只有淡淡的水溪 人们就经过那条桥 Grid Bridge 经过的 这里应该是大城石间 现在只有这么少水 浸脚也可以 现在变成了一个石灯 其实如果夏天 如果水多 过来这里玩一下 也挺好的 因为旁边 就是这个 有郊游 野餐的设施 看着石间一边 自己享受咖啡 你别说不爽 真的很好 如果是夏天 今天带兽子来 在这里 日焦 放电 真是一流 夜餐 逛一餐 真的好舒服 我们现在走过一条桥 又再一次看到石间 盛门水堂 一带周围 也有很多 这些平地的地方 有些桌椅 在这里 让你们休闲 夜餐 很舒服 这里的树荫 有很多野餐 前面还有大幅平地 这些地方 全部可以给你们来野餐 玩 很多东西玩 在这里 很大地方 很大地方 很大片草地 最适合一家大小 带小朋友来这里 跑 爬树 在这里 这里就是盛门水堂 其中一个休戏地点 这里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 我现在坐在百千层树林里 感觉非常舒服 你看 这里周围风景 真的很优美 这周围风景 真的很优美 一只大的 看着我们 另外一只小的帮它拗痕 帮它捉住 好热 这里就是我们在高处 跳望下去 城门水堂的景色 好漂亮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 湖水很平静 绿色一片 我们走到这里 我们走到这里 就是可以去到 韦翼顺经 又可以去到 麦里豪经第七段 我发现了 在水堂那里 很多只烏龟在游泳 大家看到吗 为什么水堂 会有那么多只烏龟 还有 那么远看 那么大只 我猜近看应该也很大只 会不会是人 特意来这里 放生烏龟 很多只烏龟 这里还有很大的鱼 是 最大的鱼 在基本上 俩都做出了 就像蛇事 草帝 在房子里 现在的游泳 税还继续 这些是 那就是 差吧 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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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 这个纪念碑原来是法定古迹 现在我们身处主坝和铁桥 这个叫中营入楼口 当时是得奖的 这个叫水济塔 用来按水济 可能要来射红 我们现在走完那条径 过了主坝之后 就走完那条 维越水济那条径 我们这里看到终点在望 就是我们那条半堂径的终点 今天走出去 就完成了我们今天成门水济半堂径之旅 天气很好 阳光中备也有风 其实沿路走 整条路都不辛苦 即是很少部分有上山的位置 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平路 这里出去就是闸口 这里应该是腹坝 这里走到出来有汽水机 有洗手间 有BBQ 原本我们这条路 就是expect行三个半钟 不过因为我们经常在这玩 又在这拍照 打卡 又拍片 又吃东西 所以最后 我们是走了四个小时 就完成了 一家大小之旅 城门水塘半夜行 喜欢三里妈妈的影片 记得订阅 订阅 订阅三里妈妈的频道 和多给点赞我 拜拜 下条片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赞我 和订阅我的频道 再按小钟